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321章敬你最大的努力 敬你最大的努力 灵霄闭上了眼睛 片刻以后他睁开了眼睛道 不要有任何的顾忌 你打不过我 因为你身上的这一身武学 都是我教给你的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你的死穴在哪里 我也比任何人都清楚 你的弱点 灵霄笑了笑道 你确定 要这样做吗 我还是那句话 你不用有太多的顾忌 灵霄微微的一笑道 我保证 我会给你惊喜的 行 那你放手过来吧 灵霄微微的点点头 他咧嘴笑道 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女人 呵呵 师父当初把你招进门 果然没有看错人 灵霄一个深呼吸 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他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军刺 这把军刺上面纹着油彩 而且 这是由著名的武器大师 亲手打造的一把军刺 不管是从硬度 手的握度 亦或是重量 都是为灵霄量身打造的 他用这把军刺 用得十分顺手 而这把军刺 是他十六岁生日的时候 灵霄送给他的 诸多师兄当中 他和灵霄的关系是最好的 两人就像是亲兄妹一样 但是 他也没有想到 原来在灵霄那份关怀之下 居然会藏着这么一幅嘴脸 他不知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 出手吧 灵霄笑了笑道 我们不是第一次切磋了 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 你手一动 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了 灵霄几个呼吸 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了下来 突然 他向前踏出一步 他动了 他在天宫中接受的训练 并不是鼓舞 不仅是他 灵自派的所有人学的是现代特工的暗杀技巧 并不是玄武牙的鼓舞 但是他们接受的是最顶尖的教官传授的经验 所以 灵自派的人 是十分的优秀的 这一点是无需质疑的 灵霄的身体微微的向前攻着 他的速度很快 虽然他穿的靴子有些厚重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敏捷的速度 而且他的前脚掌落地 身体借着落地之力 向前一跃 轻飘飘地向前掠出树米 更重要的是 他落地的时候 没有一点声音 咻 寒光乍现 几乎是在瞬间 灵霄便掠到了灵站的跟前 他手中的君刺 迅速地一挽 向灵站的喉咙处刺去 灵站迅速地一个侧身 然后一把置住了灵霄的手臂 他笑道 师妹 当初我教你刺杀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你说过 刺杀 就是暗杀 我们要有报一般的速度 雄一般的力量 要认准一个人的要害 力求一击致命 我们是杀手 我们最怕的 就是被敌人察觉 所以 我们务必力求一击致命 灵霄淡淡地说 可惜 你已经被我察觉了 灵站有些惋惜地摇摇头道 所以现在 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安心地去吧 很快 我就会来陪你 灵霄说 这他右手一动 两把薄薄的刀片 已经出现在手上 他右手迅速地下化 毫不留情地向灵霄的脖子处划去 灵霄突然猛地一震 震脱了灵霄手中的匕首 他手中的君刺手起刺落 向灵霄的胸口处刺去 但是 灵霄双手一分 正中灵霄的手腕 灵霄感觉到手腕一痛 然后两股烟红的鲜血 从他的手腕上流出 他的手睛在这瞬间被灵霄挑断 他手一抖 手中的君刺落到了地上 灵霄迅速地向前一抱 把灵霄紧紧地抱在怀中 他有些惋惜地说 真的可惜了 你的这双手真漂亮 可惜 毁了 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差别吗 灵霄的目光有些恍惚 他喃喃地说 你的招数和套路我都懂 但是 我没有你快 哈哈 不错 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 灵霄哈哈了笑 他凑近了灵霄道 师妹 不如 我们一起走吧 离开这个世界 以后就不会活得那么累了 你想死 可以 但是我还没有活够 我是不会和你一起走的 灵霄钉这灵霄道 哈哈 这可由不得你 灵霄哈哈大笑 笑了一阵之后 他脸上的笑意 渐渐地消失 他右手伸出 两把薄薄的匕首 出现在他的手心 师妹 我们一起走 那样的话 在路上 我们不会感觉到寂寞 灵霄 灵霄难难地说 他手中的匕首 向灵霄的脖子处划去 我怕 灵霄吐出了两个字 他突然伸开双臂 把灵霄给拥入了怀中 他悠悠地说 真的要这样吗 不 不用怕 有我在 灵霄笑了笑 他柔声道 我们一起 在路上 就不会孤单 可惜 我和你 不是一路人 灵霄趴在了灵霄的耳边 悄悄地说了一句话 然后他突然张开口 舌尖一翻 一把利刃 从他的舌尖处出现 他迅速地咬住利刃 然后脑袋一偏 扑 灵霄亮相后退了过去 他睁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这灵霄 他的双手一松 两把匕首从他的手心处掉落 他双手紧紧地捂住脖子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你 你 震惊 不甘 数种表情几乎是在同一瞬间涌到了灵霄的脸上 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师兄 这是你教我的 你说 一个出色的杀手 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一切作为武器 包括自己的身体 女人的身体 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武品 灵霄有些悲哀地说 可是你为什么对我没有一点防备呢 灵 灵 灵战想说些什么 但是他的喉咙已经被划破 他根本说不出话来 你还想说些什么 灵霄走进了他的身边 蹲下身问道 不要 相信 玄 玄无牙 灵战说完了这句话 他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大片大片的鲜血 像是喷泉一样 从他的喉咙处喷出来 他的身体下面很快有了一滩鲜血 灵霄站了起来 他吐出了口中的匕首 默默地退了下去 头 已经死了 一名龙灵的队员探了探灵战 发现他没有一点生命特征了 他站起来 对龙翔摇摇头 对龙翔摇头 男后装摇头